以下三句话 哪一句话是渣男说出来的 A 暂时不想谈恋爱 等考验以后再说吧 B 你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合适 C 傻丫头 我脾气臭缺点多 跟我在一起 害怕伤害 选B 喂 这分明就是一张好人卡吗 渣男 我们来看一下B选项 B选项确实是一张好人卡 很多女生觉得收到好人卡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男生就是渣男 非也 这种拒绝是干脆的 表示不想与你周旋涵暧昧 这样明确的态度 还算不成是渣男 选A 说出你的理由 什么考验都是借口吧 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被考验所阻拦的 对 A 选项呢 确实很有迷惑性 考验结束再说吧 这句话 含糊不清 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考验有可能是个借口 但是它用一个借口来拒绝你 它还是顾及女生的面子 于是婉拒了你 明白 难道是选C啊 不是啊 C很好啊 它还为女生着想 是啊 谢谢你 审题抓漏洞 首先 傻丫头 这种语气俏皮却是最暧昧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欲聚欢迎 其次 我们要透过体面研究本质 害怕伤害你 就是要为伤害你做铺垫啊 啊 这种渣男特别会攻心 故意暴露自己的缺点 试探你的底线 给你打预防针 最后让你认为 你才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 无条件包容他的缺点 肆无忌惮 最后 你只能深省其中 自我催眠 遍体鳞伤 全是套路啊 历TV历史线上影视